库里,一年挣了3746万,却被扣2000多万,我容易骂我,NBA是一个神奇的地方,只要你能进入NBA,那就意味着你一辈子吃喝不愁了,NBA仅仅是一些普通的篮球运动员,每年得到的薪金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。 虽然说有些板凳球员角色球员挣的钱不多,但是跟其他篮球连赛一比,也是相当不错的,因此有无数人想要进入NBA打球,如果能在NBA打球坚持十年,即使你一直是替补球员,你的一生也足够生活的了。 NBA球星的薪金可以说一年比一年高,随着肖华进入NBA当主席以后,工资冒一年比一年的提高,正因为工资冒的提高,NBA球星的薪金也是一年比一年更高,现在他们挣的钱放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。 如今NBA薪金最高的球员应该就是史蒂芬库里了,今年史蒂芬库里的薪金成为了联盟第一高,达到了3746万美元。 根据计算可以知道,库里这个赛季每一秒钟都能挣158美元,你们想到这个概念了吗? 库里挣钱的方式就是你上一秒钟还在打球,下一秒钟你就挣了158美元,这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,他的时间简直比黄金都珍贵,然而你们真以为所有的钱都会到他手里吗? 其实不然,每一个球星都要征收各种各样的税务,国家大部分税务也是从他们这些有钱人身上征收的,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,下他们的薪金吧。 首先,NBA球星的薪金主要包括几个方面,第一个是联邦税,其次是周税,NBA联盟托管费用等等,还有退休金,经济人用金等等,这些所有的税收算起来,最后能到个人手里的,也仅仅只有40%到50%,当然有一些周线是不收税的,但是库里所在的金州收税,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地区,值得一提的是, 在当年也就是10到11赛季,乔约汉逊的工资比科比和展姆斯都高,这就是因为乔延汉逊所在周的周税比较低,库里所在周的周税,高达11.84%,联邦税高达33.61%, 还有托管金要扣掉10%,经纪人还要占到2.75%左右,你算下来这些,他会有多少钱交税了没有,其中还有各种各样的税务,在这个灾季,库里将要交的联邦税就已经高达1200万美元左右, 也就是说你别看他们工资挣得高,上来就被人扣了三分之一,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税收,到手里的也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, 所以说大家很多人都十分羡慕他的工资,你想想你一年要挣这么多钱,被扣这么多税,你的心里是有多么的痛苦啊,而且每个周征税不同,金周交税的比例格外多,这对库里又是一大笔开销,还有很多其他的,还有什么退休金之类的,还占工资的0.05%,你能相信吗?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?